十四只老鼠挖山药 打开书本 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和十个兄弟姐妹 我们是十四只老鼠的大家庭 找到了树果果 找到了草果果 森林的秋天是收获的秋天 走,大家去挖山药吧 嗨,嗨 老五和老八最喜欢登高了 老七,香不香啊 嗯,就挖它吧 爷爷说,下面一定长着一个大山药 爸爸说 喂,老四老九,我们要扔咯 老十,你也帮着剪嘛 山药藤上长着好吃的山药豆 哇,看起来就好好吃哦 爬开落叶,开始挖山药 小虫,甲子虫和毛毛虫被吓得到处乱跑 叉叉叉叉叉 老八都走过去了呢 呀呀呀,老六跌进坑里去了啦 没事,老六一点也没伤着 喂,很重哦 要三个人一起往上拉 和爸爸一起往上拉的是 老五和老八 和妈妈一起往上拉的人是谁呢 是谁跟谁呀 太棒了 全都挖出来了 老三个人 爺爺是挖山药高手 老大呢 很快 也是挖山药的高手咯 来来来,大家一起拉 和山药来拔河咯 一,二,一,二,一,二 一,二,一,二 拉上来了 拉上来了 大山药被挖出来了 山药满身是你 十四只老鼠也满身是你 嘿 哟 嘿 哟 山药轿子扛起来咯 嘿 哟 嘿 哟 切菜刀 叮当响 山药丝 排成行 大铁锅 冒热气 山药豆 翻滚盲 研磨厨 咔嚓咔嚓 加点汤汁 山药泥 咔嚓香 老二一连添了三碗山药泥饭 老师最爱吃的就是山药丝 森林深处 十四只老鼠正吃着香喷喷的晚餐 故事说完咯 故事说完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